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药义经讲系列课程 那今天我们将学习125课称义的第六讲 白白称义的重要性 基督教药义第三卷十三章 一解到五解 那上周呢我稀里糊涂的就跳过十三章 讲了十四章 所以我们今天开个倒车 把落下的十三章补回来 那今天我们将处理这样的内容 白白称义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将分两个方面讲 第一个重要性就是维护神的荣耀 第二个就是维护良心的平安 然后最后做总结 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 白白称义呢是非常重要的 它保障了神的荣耀和良心的平安 关于称义方面呢 加尔文牧师提醒我们 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个是对神的 一个是对我们的 那对于神呢 就是神的荣耀不容做丝毫的损害 那对于我们呢 就是我们的良心 能够在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 坦然无惧 说白一点呢就是 当我们谈到称义 白白称义 它涉及了非常重要的两个层面 当然还有很多 但是救神呢 上帝得到荣耀 第二 救我们自己呢 因着白白称义 我们才能够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 坦然无举 或者是拥有平安 为什么谈这个呢 我们追 去到这个十二章里面 后半部分 我们不是谈到了 加尔文牧师 谈到称义的时候 批判了两种错误 其中一个是欧西安德 第二个就批判了经验神学家们 或者说罗马天主教们的 关于称义的错误 那罗马天主教称义的错误的核心呢 就是他们把称义里面 包含了行为的要素 虽然他们主张的这个行为 是成圣的行为 借着圣灵所结出的果子 但是他把这种行为 包含在称义的里面 上帝称义不是白白的 而是有所根据 根据我们的好行为 那这种条件性的 加入到里面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致命的错误 所以进而呢 加尔文牧师就进一步的 在这种基础上 更深的一步去批判 白白诚义 诚义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不在乎遵行律法 乃是神白白的 称我们为义 如果不维持这个白白这两个字 如果加上我们行为的功劳 无论是这个行为是天然人的 还是罗马天主教所讲的 这个成圣的果子 那么他将破坏什么呢 第一 损害神的荣耀 第二 破坏我们良心的安宁 我们无法获得良心的平安 所以这一讲呢 结合十二卷后半部分 谈到的对罗马天主教 称义论的 错误称义论的批判 是延续性的 延伸的 更深的去讨论 称义的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说称义的重要性 白白称义的重要性 为什么重要呢 第一方面 他维护上帝的荣耀 第二 维持我们良心里面的平安 那首先我们来看 维护神的荣耀的方面 加尔牧师就谈到了 圣经一再劝诫我们 要将全部的荣耀 都归给神 在称义的这个主题上 将所有的荣耀 全归给神 全部很重要 不掺杂 也就是说 这个荣耀单单归于神 这个荣耀是不能 我们分一杯羹 或者说一勺羹 或者是一滴 完全归给神 荣耀给神 那使徒呢 也往往提到这个教义的时候 说到上帝主体 称义我们的神 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义 注意每个措辞都非常精烈 上帝是称义的主体 上帝称我们为义 在哪里 借着什么 在基督里 这个义的性质什么 赐给我们的 白白赐给我们的 既提到赐就是礼物 所以强调白白 赐我们义 然后这里面说 赐白白赐给我们义 上帝在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义 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显明他自己的义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我们说 在讲罗马书的时候 一卷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 在基督里称罪人为义 神的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称我们为义的这个事件 这个行为 就显明了上帝自己的义 所以目的焦点是神 不是我们 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里面 俗图保罗说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神自己是公义的 他也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 那除非承认 唯独神为义 并相信他把义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否则就无法充分的显明神的义 如何彰显神自己的义呢 除非我们相信 他把这个义白白的赐给那些不配的人 白白的没有任何代价 不配是什么呢 我们无任何条件资格 而是基于怜悯 后面我们会讲 白白的是无条件的 不是根据我们的信 根据我们 哇有功劳 根据我们如何如何 上帝自己无代价的 白白的赏赐 不配呢 我们本身是这个 绝望无助悲惨的罪人 没有任何的善行和功劳 值得称赞 值得配得赏赐 或者是值得拯救的 所以上帝主动的 白白的赐予 不然的话 如果不是白白的话 就没有办法显出神的义 加尔牧师就引用了这个以西节的话 引用了先知书 承认我们的罪能够何等的荣耀神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就能够荣耀神 以西节书二十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说到 你们在那里要追念 污秦自己行动 追念 污秦自己行动的作为 然后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 就是你们要反省自己 要知道自己 然后为自己的恶悔改的意思 所以每当我们去追念这些我们的行为 污秦的行为 我们一切的恶事的时候 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啊 我为以我的名的缘故 不照着你们的恶行 毁坏你们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是有恶行的 以色列人 但是上帝不照着 不纪念他们的恶行 他们所行的坏事 去代他们 这就是赦免的意思 这就是称义的意思 不将罪恶和过犯归在他们头上 保罗不是引用诗篇大卫的话吗 那个在行为之外 得谋为义 不算为罪的 上帝称不算为罪的 那人是有福的 所以不照着他们 就是称义赦罪的意思 然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所以在赦免他们 在称他们为义的事上 显明神 彰显了神 让你们知道我是信使守约的 施恩拯救的耶和华 所以不在乎他们的行为 白白的 上帝因着自己的缘故 上帝要不纪念他们 不照着他们 然后使他们知道 透过接纳和赦免 称他们为义之间的事情 使他们知道 显出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那么真正认识神呢 不分在于承认自己的不义 也以及承认他对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所施的恩慈 神的慈悲 神的怜悯 神的慈爱 他说 那这里面 一方面承认我们自己的不义 我们是不义的 不配的 另一方面承认他对我们这个不配的人 所施于的神的这个恩慈 看到自己的绝望 才能够仰望神的怜悯 所以真正认识神包括两方面 认识自己的悲惨 不义 第二 认识神 他向我们所施的这个恩慈 神的慈爱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谈到 应该是第二卷里面谈到那个信心 信心的本质是在于什么 仰望神应许里面的怜悯 当一个绝望无助 我们二卷里面讲到人的这个人的悲惨 时候 然后后面讲到中宝的必要性 然后我们第三卷也谈到了信心 然后就说到这个绝望的人如何在信心里面抓住神的应许 三卷里面就谈到了这个抓信心所抓住的应许 应许什么呢 里面是神的怜悯 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认识自己的不义 另一方面认识神的怜悯 恩慈 所以这里面加入牧师说到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不义不配神赐我们的恩慈 我们为什么还企图窃取神白白的恩慈所应得的赞美呢 叫自己蒙受极大的伤害呢 既然不配还有什么功劳可得的 如果我们讲功劳就损害了神的荣耀 因为神的荣耀在他白白施恩慈里面得到扎线 我们应该赞美这个毫无功劳 完全神自己的怜悯 施恩给我们的这个救恩 我们应该单单赞美他 对不对 如果里面是有丝毫我们自己的功劳 那我们就肯定不会归荣耀给他 为什么 有所夸耀的嘛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谈到不是白白成衣 或者我们自己功劳的时候 其实就在剥夺上帝自己应当独自配得的尊荣和赞美 所以非常破坏神的荣耀 那保罗也说到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不配 被人厌恶的 无有的 废掉那有的 让那些骄傲的有可夸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华 没有人能够配得自夸 但你们在乎 得在基督 耶稣里是本乎神 我们能够在基督里 我们能够得救 能够被接纳 能够称义 完全是在乎神自己 神又使他 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公义 我们的圣洁 我们的救赎 如今上纪夸口当指着苦 主夸口 如果要夸的话 指着主夸口 什么意思呢 应该夸神 为什么 他实行了拯救 他实行怜悯 我们是该死 该灭亡 不配的人 我们有什么夸的 所以要夸就夸主 主的恩慈 主的怜悯 主的慈爱 那保罗的意思是 所有幻想 自己有任何可夸之处的人 都是反抗神 遮盖他的荣耀 为什么反抗神呢 圣经里面 上帝 启示我们人是 反血气的 没有能自夸的 反血气的 没有一个配得恩典的 神单方面愿意施恩给我们 愿意怜悯我们 所以当我们这些蒙恩的 我是个主啊 你是配得 称颂和赞美的 在启示录里面 我们看到五章里面吧 讲到那些 得到上帝经冠冕赏赐的 那些二四位长老 十二位 二四位长老 他们就将冠冕 放在神的宝座面前 就说 那个曾被杀的高养主神 你是配得尊从敬拜的那一位 所以他们虽然蒙受了上帝的赏赐 然后但是他们却将荣耀归给神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配承受这些赏赐 所有可夸之处 不是在我们里面 乃是在神 但是反过来 当我们夸自己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反对神的话 反对神 戒指神的话 对我们本质和事实的光景的一种揭示揭露 反抗神自己 将神配得的 那个独有神才配得的那个荣耀 剥夺过来 归在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身上 那除非我们完全丢弃自己的荣耀 拒绝任何的自夸 荣耀自己 尊荣自己 好像自己配得什么称赞和赏赐荣耀一样 否则便不能真正的去指着主夸口 或者是真正的尊荣神 真正的荣耀神 不然的话 为什么说不能真正呢 可能表面上会称颂 但是实际上是伪善 心里面偷偷的乐 你看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上帝不救救谁啊 是不是 像我这样的人上帝不用用谁啊 我如何如何 我们如果里面有任何值得自夸的 所有感恩 所有的送赞归荣耀个神 都变成伪善的 不能真正的归荣耀个神 所以除非真的认识自己全然的败坏 丢弃任何的自夸和自容 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去 单单的仰望主 归荣耀给主 夸主 所有以自己为荣的人 都不能归荣耀个神 这是必然的 所以前面保罗说到 就是以神为敌 我们夺了那个原本 只是属于神的荣耀 又归给那个不配的荣耀 反应该得羞辱的我们 所以这个是一种对神的冒犯 跟拜偶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拜偶像是将神配得的尊重和荣耀 归给不配的那个被造物 那归荣耀给自己 那是把神原得的荣耀 尊贵 敬拜 不是归给别人 是归给自己 这个更要命 所以直接把自己和神对立起来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保罗说 当人一切的夸口完全根除之后 所有的世人才能够完全降服于神 凡有血气的才能屈膝跪拜神 将让人服在神的面前 律法定了所有的人罪 是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得救的 靠自己行为是不可能的 绝望的 无出路的 所以以至于他们屈膝降服在神的面前 被律法定罪 被神定为罪 不得不服在这个被神定罪下 那些所有的自夸自意都没了 只能屈膝在那里面 那以色列书里面 以色列也说到 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成为 以色列的后裔 狭隘的说以色列民族 他们虽然谋生拣选 虽然好像在列邦当中 被称为选民和圣洁的子民 实际上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充满了失败 闪光点偶尔兴崩的有一些事情 但更多的是 值得责备 值得被咒诅和审判的这样的对象 经常背叛神忘恩 埋怨不信败偶像 依靠外邦的势力 犯奸淫等等 所以上帝 必因 他们这些罪人 他们的后裔 必因耶和华得称为根源 称义的根源是在乎什么 不在于以色列人本身 并要夸耀 夸耀什么 夸耀耶和华 对不对 夸耀那个拯救我们的神 那个实行救恩的神 然后接着说 万希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凭我启示 人论我说 公义能力 唯独归于耶和华 人都归向他 这个当他们得救以后 他们夸耀什么呢 他们屈膝在神的面前 单单的将荣耀归给啥 公义能力 唯独归给耶和华 所有的一切的义 我们的义 我们行善的能力 我们所有的能力 都属乎神 没有我们自己的 归荣耀给神 请注意一件事情 所需要的不单单是承认 不只是承认而已 还要用启示 坚立这个承认 免得我们以为任何虚伪的谦卑 就足够了 刚才我提到了 那表面的好像尊荣神 感谢神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那个心里面 表面上好像尊荣神 但是虚伪的谦卑 好像 哎呀 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骨子里面 留了一些功劳给自己 任何人都请不要托辞说 他们当他认为自己有益 但没有自高的时候 什么意思 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想 认为自己有益 我自己有益 但是我不骄傲 我贵荣耀给神 我不以这个自己为夸口 弟兄姐妹注意哈 他承认自己有益 这个时候 大家就联想到 经院神学家 还有就是换句话说 罗马天主教徒 罗马天主教徒 之前不是说 我们借着圣灵的果子 有益吗 对不对 任何认为自己有益 又说 这个不是功劳 这是神的赏赐 这是恩典的结果 然后 虽然不以自己夸口 这样的自称 必然伴随着自信 为什么 我有益 而这样的自信 必然会产生自夸 注意 当你认为里面有益的时候 就产生某种 自信 然后这种自信 必然产生自夸 这种自夸 必然 抢夺神的荣耀 不夸主 而夸自己了 因此我们当铭记 关于称义 整个讨论当中 在讨论称义这个道理 必须注意 一件重大的事情 既 神的荣耀 必须保持完整无损 讨论称义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能毁损上帝的整权的荣耀 保罗说 神恩待我们是要显明他自己利益 刚才我们也提到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夷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夷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上帝救我们 让我们以至于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这些被赤罪的被救赎 被称赞与他和好的人 得招儿子名分的人 为的是称赞他自己的荣耀的恩典 你们得救本护恩 这个是救恩的根源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借着信 工具因 并不是出于自己 不是功劳 没有行为 孙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的源头 这个动力 然后也不是出于行为 没有任何的功劳 免得有人自夸 就打碎了我们所有的自夸 自己的功劳 这是以夫所说二章八节里面说 完全本护恩 完全出于上帝的恩赐 不是在于我们自己 不是出于行为 更不能自夸 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义 拯救我们的救恩的终极目标 是让神得到称赞 或者说让神得荣耀 所以过去我们传统教会当中 常常是福音主义 认为抢救灵魂 我们福音的终极目的是让 这个更多的灵魂上天国 不下地狱 所以焦点是放在灵魂的宝贵 不能可惜了 下地狱受苦啊 遭罪啊 当然这个是事实 但是不是全部 福音终极的焦点 不只是救一个灵魂 不下地狱上天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拿到天国的门票就OK了 万事大吉了 所以吃喝快乐吧 活着的时候当财主 死了当拉萨勒一职啊 两个领域的福都享受 福音的终极目标是呼召我们 恢复上帝 在基督里赐过我们那个行献样式 终极是让神得到荣耀 神的救恩得到称赞 启述了里面已经让我们预示到了 将来在天国里面剩下的只有敬拜 那至于福事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我只提到敬拜 在宝座面前 上帝借着基督的血 在各族各方各国当中买来的人 聚集在一起来称颂神 那个宇宙性的敬拜 全民族的这个敬拜 然后来称颂三一神 圣灾圣灾圣灾 所以启述了一章八节里面 那个前后的经文 大家读那个曾经被杀 那个自由拥有者 然后那个什么灵 三一上帝 圣灾圣灾圣灾 敬拜三一上帝 所以在启述里面 比起我们看什么几个碗 这个是想勾勒出来 那个基督在灵的时候 那个时间表 那个顺序表 不用浪费时间 哇那个没有用 启述录根本不是告诉我们 将来他来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路线图时间表 启述录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知道大事的结局 最终的胜利 恶人的审判 义人的赏赐 那些忠心持守真道 为主的道训道 或者是忍耐到底的人 他们的赏赐 他们最终的得胜 然后来激励我们今天 在今世患难当中阅读 启述录的人 带给我们更大的盼望和坚韧 达到这个目的就OK了 所以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终的结局是完全的得胜 荣耀 尊荣 敬拜 所以救恩最终的目的是 神的荣耀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说 加尔牧师就引用使徒彼得的话 我们蒙昭得救的盼望 是叫我们宣扬那 昭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我们得蒙恩昭 使我们有得救的盼望 叫我目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 得着盼望这样的我们嘛 宣扬 宣扬什么 那个那位 这里修士 昭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 叫我们宣扬 他的美德 让我们得救的目的 所以这里面 彼得也做见证 我们得救的目的是要宣扬他 他的美德 归荣耀给他 要指是什么呢 这里面主要强调 如果我们只要丝毫的自义 如果认为我们有什么任何的义的话 就必然同时会减损了 神的义的荣耀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义 上帝在基督里 因着他的怜悯 白白的称我们为义 这个义完全是 借着基督的义 归算在我们头上 没有我的义 我完全败坏的 我是不义的 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将称赞 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如果 觉得我们里面有千分之一 或者百分之零点五的义的话 那么就留了一块 这个部分可以不归荣耀给神 可以指着夸口的自义的话 就等于玷污了 剥夺了 减损了 神的义应该得到的称颂和荣耀 所以加罗牧师非常谨慎的 根据圣经就是 彻底的去否定 人有任何的自义 自己的义和功劳 那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白白的称义 彻底的否定 我们有任何的自义 就是为了强调 我们这个义是白白得来的 这个白白称义的 以至于导致的目的和结果 就是让我们单单的将神配得的荣耀 遵从归给神 不去剥夺 篡夺神的荣耀 或者是跟神的荣耀 分一个千分之一的一点的光彩 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来看 就是维持良心的安宁或者平安 第一方面是涉及到神的 白白称义 这个教义为什么重要 这个事实为什么重要 让所有的荣耀归给神 这是神拯救的救恩的目的 终极目的 那第二 白白称义的教义为什么重要 重要是他维持我们 保持我们 使我们不失去 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 那个良心的安宁平安 只有白白称义 才能使我们获得良心的平安 神的荣耀 我们的良心的平安 那如果我们要查救 那如果我们要查救人的良心 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获得平安呢 就会发现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途径就是领受 接受 神 赐予着白白的 无代价的赏赐 赐予的礼物 给我们的这个义 给我们的 注意 我们接受就好了 白白的 不付任何功劳和代价 凭着信心就领受好了 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义 唯一的道路 才能使我们保持良心的这个平安 那所罗门他说 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 脱尽了我的罪呢 版本跟我们用的不一样 所以经文有点奇怪 谁能说我清洁了洁净自己 谁能说我是清洁的呢 当良心仰望神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注目神仰望神的时候 必然在他的审判台前 能够享有确实的平安 如果我们仰望神 或者说地狱的恐惧所困扰 当我们注目神仰望神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获得享受确实的平安 或者地狱 为地狱的恐惧而感到困扰 为什么 面对圣洁的时候 我这个罪人怎么办 我是被定罪的 前者是被称义的 我已经获得了确实的平安 因为什么 在基督里我已经获得称义了 那第二者呢 是没有救恩的人 当他面对神的时候 只能是地狱的恐惧 困扰他 天天在内心那种恐惧 所以因此呢 除非认为 一个足够稳固 使我们能够经受得住 审判考验的这样的义 那否则呢 讨论义就是义无所得 是突然的 你没有这个义 你就没有办法面对神 在神的面前只是被审判对象 所以你讨论这个称义就无用了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是浪费时间 当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 毫无惊慌地接受他的审判时 这时候 才找到了真正的义 这个义 加尔文的意思就是说 使我们能够坦然面对神 让我们的良心可以平安 不惧怕 不至于恐惧 而是坦然无惧 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 《喜伯来书》里面说了 大家请注意 约柜上的那个基禄伯 那个宝座 那个盖子上的 被两个基禄伯翅膀 遮盖的那个地方叫宝座 我们称之为施恩的宝座 实际上原来那个叫做审判的宝座 审判的地方 每一次约摩西也好 大祭司也好 带着这个赎罪的血 要谈血在那里 甚至求问 在那里有神的启示和宣判 审判 象征着神的宝座审判 有罪的人 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 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遭受神的愤怒和审判 所以每当大祭司代表 会众来到至圣所的时候 一定要为自己献上 赎罪的血 祭物 然后也为百姓献上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朝进这位圣洁的神 但是我们知道 借着耶稣的血 开了一条又心有火的路 那个阻碍我们 直接朝见圣洁上帝的 神的那个障碍被除去了 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 我们就如同大祭司一样 直接面见神 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然后西伯来书的作者说 那个宝座不再是 愤怒的审判的宝座 为什么 有血的遮盖 上帝就转愤怒 已经赦罪了 已经和好了 已经称义的缘故 所以便愤怒为喜悦 接纳 便咒诅为祝福 所以那个宝座才能够来成为我们的这个什么蒙怜 连免得帮助的宝座 不然的话 所有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遭神的愤怒和审判 它不可能是安息依靠蒙 连免得帮助的地方 而是被审判 被灭绝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面临神的审判的时候 能够坦然无惧 无惊无荒的 那个意 才是真正的意 我们自己的意 是不可能面对那个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了 这个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后来又讨论了 十四章讨论了 讨论了 待会我们也会继续讨论 为什么说 我们自己的意识不足以面对 所以这里真正的意 是上帝的意 是基督的意 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可以坦然无惧的 所以你发现这个意 称意 我们获得基督的意 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被认可 以至于我们坦然的来到他面前 与神和睦 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也出之泰然 里面有平安 不至于恐惧 那使徒坚决主张 如果我们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厚痴的话 就是属乎律法的 靠着肉身的 靠着行为的 那些生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 靠着礼仪或者遵守律法的人 才得厚痴的话 那么信心就归于虚空了 而且应许也废弃了 注意 如果靠行律法 如果靠行为的话 两种结果 第一 信归于虚空 废掉了信 第二 应许也就废弃了 第一个是信心 第二个是应许 信心是我们这个领受圣恩典的工具 这个层面 应许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所以紧接着呢 加入牧师就从这两个角度 第一是我们来看 信心 如果在乎行为的话 信心如何废取的 然后我们再讨论 如果靠着行律法 如何废弃神的应许 应许的 如果义的应许 上帝应许我们 义的那个应许 在乎行为的功劳 或障碍律法的话 注意 义的应许 反过来说 这个义的信 只是应许的义 那如果是取决于行为的功劳 或者是遵行律法的话 那么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 应许的义 如果在乎行为 遵守律法 信就虚空了 为什么 加入牧师就反则 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安稳的依靠此应许 无人能够完全确信自己完完全全的履行了律法 注意哈 这个应许是指律法的应许 应许 律法应许什么呢 我们学习第二阵律法的那里面的时候 也说到律法的应许 律法应许那些完全按照律法的要求去行的人 称他们瘟疫 或者赐给他们生命 但是问题是 我们是败坏了 我们是受污染的 无能的 我们无法完全活出律法 所以那个应许 虽然应许了 开了个支票给我们 但是我们没办法享用 为什么 没有办法满足完全遵守律法的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应许我们无法享受 反过来律法定我们为最好 无人能够完全确信自己完完全全履行了律法 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应许上获得什么确据安稳 也无人曾经完全满足律法 这个无人是指天然人 除了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之外 所有亚当的后裔 自然的亚当的后裔 没有一个人曾经完全满足了律法 所以就是这样的 那只要个人诚实地省察自己的话 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证人了 为什么 那些伪善者的心思坠入到深渊里面 甚至黑暗 自我陶醉 毫不犹豫地奉承对神的审判 仿佛企图要解除他的审判地位 废除神的审判 上帝如果审判我们明察秋好的话 无人能够站立得住 当那些伪善的者坠入到虚妄的思想 认为自己有意义的时候 实际上就废除了上帝 以上帝的标准来审判我们 上帝以他的律法来审判我们那个地位 然而真诚省察自己的那些信徒 必然会充满一种非常不同的焦虑之心 感到焦虑 为什么 充满一种非常不同的焦虑 为什么呢 当人看到自己的债务何等沉重的时候 距离神的吩咐的状态何等遥远的时候 他们先是犹疑 最终就是绝望 先是犹疑 我是不是软弱了 我怎么办呢 最终发现 一顿的努力 最终发现根本没有办法 完全满足上帝的律法要求 完全遵守律法是不可能的 所以陷入到绝望 既然律法规定 这个顺从的人就必得着生命 常守着这些的必得着生命 但是反过来不守着怎么办 就受咒诅嘛 那怎么办 发现自己实际情况来 只能是受咒诅 就这样 绝望 对自己和救恩的这个绝望 那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说 所谓的相信或者信心 是不动摇的 是不波动的 是不忐忑的 不犹豫的 不悬着的 不摇摆的 不绝望的 而是完全确信和安慰的 完全的确信和安慰 这个真实的信心 有安息和立足之地 我们的信 不是那种摇摆不定的 是完全可以确信安稳的 有安息和立足之地 我们可以在某个地方获得安息 我们可以在某个地方站立得住 信心真实的信心 这是前面第一个 如果我们靠着行为遵守律法的话 其实就废去信了 你不需要借着信心去领受神的义 你靠你自己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在这里面就废除了这个信心 所以在乎行为 而不是在乎信心了 也无需信了 你自己都可以办到了 所以它实际上 你如果依靠自己的义 行为遵守律法的话 就必然废去信心 第二 不仅是信心被废去了 应许被废去了 如果应许成就取决我们的功劳的话 应许的成就 上帝应许了 所应许的那个义 在乎我们自己的功劳 我们自己努力得到了那个义的话 那么我们要进到怎样的程度 这是个实际文字 才配得神的恩寿呢 上帝应许的那个义 若常守着这些义 得生命或者是被称赢 但是我们要达到什么程度 才能配得上帝应许的那个祝福呢 得神的恩寿呢 讨神的喜悦呢 事实上 应许废弃了 就是信归于空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吧 如果你在乎行为 就废弃了信心 而现在应许也废弃了 为什么 实际上信心废弃了 就等于逻辑上必然 应许也废弃了 为什么 除非人相信应许 否则应许就不会成就 上帝赐应许给我们 上帝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 这个应许 但是信心也废了 应许就不可能成就在我们身上 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 我们这些学习改革宗的基督徒 常常喜欢讨论预定论 这个预定论的主题 最近之前总有人问 因为我一直没答 为什么 要等到三卷的21章 我们再处理 在这里 很多人就是讨论预定论 一想到预定论 他们就约等于上帝预定了一切 他们就混淆了上帝的计划 预指和预定这个概念 我已经讲过 不重复了 它范畴的不一样 概念本身不一样 他认为既然上帝预定了一切 既然上帝 我用的是错误的概念 预定了一切 是指计划 筹算 预指 既然上帝定好了一切 所以我们不需要努力 一切都会自然而而发生 真的是这样吗 圣经里面强调的 基督教信仰是这样吗 不完全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上帝并没有废去 他虽然计划好了 他并没有让我们懈怠 废去我们的责任和本分 当然这个不是功劳 注意加尔文牧师反复也对付几个敌人 其中一个敌人就是功劳主义 第二个敌人就是这个懈怠和懒惰 躺平用现在的话 以为一切都是恩典 我们就懒惰不需要努力了 本分不需要努力了 不需要尽本分了 我们要注意上帝已经计划了一切 这是神奥秘的旨意 但是在显明的旨意里面 他借着福音和律法吩咐我们当今的责任 包括一些一般恩宠当中 常识让我们努力生活等等 隐情的必得风韵 懒惰的必受贫穷 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 对不对 借着一般常识 一般恩宠里面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所以有些基督是总问牧师 怎么赚钱 我又不是企业家 你问我干嘛 牧师的责任不是告诉你 怎么发财赚钱 那个是一般人都懂的 你自己要在你的处境里 要考虑你如何去赚钱 我又不知道你是吧 国内的 我又不知道你的情况 我又不知道你会什么 我说一个赚钱的方法 你不一定能做到 因为你不会 对不对 根据你自己的才能 根据你自己的常识 这个不需要读圣经才能知道的 对不对 当然你要读圣经 如何取才有道 不违背法律 不违背道德良心 不违背基督教信仰的伦理 对不对 那一般常识就是去本 你再笨 你登个这个出力也行 对不对 出体力等等 你总比在那愁苦 怎么赚钱好 在那懒着 还不如去多跑这个劳务市场 去引擎的找 比问一个牧师 如何去找工作 如何去赚钱 不更实在吗 所以基督徒的那个思想里面 有很多都是混乱的 有些事情常识就告诉你可以去了 根本不需要求问特殊几事 有些事情要寻求特殊几事 依赖圣经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 以为上帝计划了一切 预定了一切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本分废除了呢 不是啊 不是啊 因为上帝不止有一些最终极的 一切的计划都会成就 上帝的计划不会落空 这是事实 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上帝也给我们人计划了我们当今的本分 这个就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 为什么呢 我们又会讨论百分之多少是我自己的动作 百分之多少神的甘愿 我们只要看圣经这两个主题都强调 神的主权是不否认的 第二 人的绝对的责任本分也是不可否认的 加尔文牧师根据罗马书以后圣经的教导 始终这两个都强调 圣经没有处理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但是两者都强调 所以基督徒不要太哲理化 我们基督徒不能忽视逻辑 因为人本身上造我们理性就要有需要有逻辑性 如果牧师讲到没有逻辑的话 大家就听着特别吃礼也不愿意喜欢 对不对 条理不清晰 同样大家也一样 有你那个男朋友女朋友跟你聊天的时候 这个主语魏语宾语这个时态等等 都是混乱的 那个没有语言上的逻辑的话 你也听着累 到底在说什么 根本没有办法沟通 就谈不上什么爱情 过几天就烦得要命了这个人 要么就精神有毛病 根本没有办法在一块生活 对不对 所以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有逻辑 不否认逻辑 但是不要用我们的逻辑 圣经没有处理的范畴 硬以我们的逻辑去套圣经 把圣经所谓的削族势 就硬把圣经割裂化 尊重圣经 圣经没有处理的 我们就放在那 不要硬拼 拼来拼去 你就拼出错误来 拼出我们的愚昧 拼出我们的羞耻来 为什么 圣经都没有处理的 我们硬要用自己的逻辑 结果损害的就是圣经的教导 不相信仔细观察 那些问这样问题的人 基本上他们很多人不太懂圣经 但是他们懂 学了一些要理问的 学了一些信仰告白 结果就用某种逻辑性的东西 去割裂圣经 所以先好好读圣经 信仰告白很重要 但是如果不以圣经的 这种有机的这样的题材去 前景下去参照着 去理解信仰告白的话 我们就以信仰告白这种结果的逻辑 我们去套圣经 有的时候就破坏了圣经的那种 有机性和丰富性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提醒的 就是千万不要注意这点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的主权 上帝计划好了 上帝预定好了 上帝计划好了 一定会成就 这是必然的 但是另一方面 在上帝的计划当中 并没有让我们懒惰 在那躺平 不祷告也一样神的旨意成就 不传到该得救的预定的都解论 是的 但是你有获了懒惰的又恶又懒的仆人 圣经里那么多吩咐我们当今的本分 我们却不听不顺从 天天喊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 那这个不是教导我们行为旧 而是那些遵行付旨意的人 才是真正认识神 顺从神 信靠基督的人 那些信靠基督的人 当然有顺从的 听了神的话就愿意顺从 对不对 所以上帝的旨意是 神的国是借着那些 被神的话和神的令引导 顺从的人来成就的 所以在这个计划当中 没有抹杀我们人的责任本分 所以包括神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了 我们需要以信心来接受 当我们的信心没了 试图要以行为的时候 他已经破坏了应许 因为上帝给我们是出于 他的怜悯和恩赐 但是我们却试图用自己行为去赚得 废弃了信心 同时也破坏了应许 要凭行为的话 那就不是应许了 那是工价 保罗说 做工的等工价是应当的 这是交易 这是公平原理 但是救恩是赏赐 不是公平原理 所以当你试图以行为 以功劳去成就应许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抹杀了 破坏了应许的这个概念和性质 所以当我们毁掉信心的时候 其实就毁掉了应许 这是信心归虚空 必然造成应许废弃 唯独单单依赖神的怜悯的时候 应许才被确立 应许的特性是什么呢 上帝我要成为你的上帝 你要成为我的民 我要施你的国 亚伯拉恩说 我这个大卫说 我要为你建立殿 然后上帝却说 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 因为殿 上帝的家和 上帝的殿和大卫的家 这个单词是一样的 这个家和殿 所以上帝的家 就是上帝的殿 这就是一个恩典的原理 上帝出于他的怜悯 他应许大卫的宝座要 直到永远 应许里面是出于上帝的怜悯 上帝怜悯他 所以应许他 所以应许是出于怜悯 单单依赖神的怜悯的时候 应许才能够确立 我们却试图利用功劳的话 已经抹杀了神的怜悯 这不是怜悯 是交易 公平原理 因为怜悯与真理永远不可分离 永远不分离 注意 那怎么突然冒出怜悯和真理呢 注意 这么对于 真理就是应许 怜悯神的怜悯 因怜悯与真理是不可分离的 因为应许就是出于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也在应许上体现出来 神出于他的怜悯 所应许的一切 你看 应许出于神自己的怜悯 他也必信实 就是真理 成就 上帝怜悯我们 应许了 上帝也必然成就 为什么 他是信实的 他应许了 他要成就 那如何成就呢 需要凭着信心接受 大卫这里面说 求你照着仆人应许的话 以怜悯恩赐安慰我 大卫在求救恩之前 他已经相信了 因为什么 有神的应许在 已经有神的怜悯了 求你恩赐怜悯我 求神的怜悯和安慰的时候 他前面已经有应许 他知道这点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 他说求你照着你应许的话 怜悯我 应许和怜悯在一起 是吧 上帝怜悯我才应许我 所以照着你应许的话 你应许的那个怜悯 来怜悯我 安慰我 那神的应许的成就 纯粹是出于他自己的怜悯 必须将我们一切的盼望 置于上帝的怜悯之上 信心的对象是上帝的怜悯 信心的对象是上帝的应许 信心的是抓住上帝应许当中的怜悯 或者说神所应许的怜悯 所以加尔文牧师跟我们中间 有一些教导不一样 他说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为父 不认识祂是慈爱的话 你的信心就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 信心在乎相信神的怜悯 神的恩慈 所以弟兄姊妹 牧师以前是比较倾向律法主义 非常严厉 过多的去讲掉律法定罪 但是后来 第一是感受到了这种 宣讲之后带来的一种效果 整个氛围都凝固了 然后大家越来越当 越来越压抑 越来越定罪感 越来越惧怕 反而没有感恩了 后来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发现了 上帝我错了 我在福音里面又讲了律法 我教导律法 却不晓得律法 所以后来就调整了 这个宣讲上帝的怜悯 这个不是说 让大家把神的怜悯 当中放纵情欲的机会 但是至少要知道 大家如果听我讲诗篇的时候 如果有细心的人就会留意 在诗篇里 我常常 虽然有时候也讲神的公义和严格 我们的责任本分要悔改观 但是很多是让我们强调 我们至于软弱的人 无依无靠的人 要抓住仰望神的信实和怜悯 这是本质 信心的本质 仰望神的怜悯 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 获得安息 依靠他 人越体会到神的慈爱和怜悯的时候 我们越获得安慰和力量 我们才能够有勇气 来到神的面前 越经历他的慈爱的时候 我们越愿意将自己的主权降服他面前 越发现自己的不配 越愿意感恩活在他面前 所以经历神的慈爱 你如果常常主恩的滋味 就必晓得他的慈爱是甘美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将我们的盼望 我们所仰望的 就像那个叙利亚的妇人一样 说我只不过是儿子 固然这个饼是要先给儿子喂饱 但是我也是要 小狗也是在桌子底下 捡儿子吃剩下的渣子 掉在渣子 哪怕那个剩下的渣子给我也行 那种渴望仰望神的怜悯的这种心 我虽然不配 我虽然卑微 但是在他们吃剩下的那个渣子 给我一点也行 那这种盼望 完全仰望神的怜悯 赏赐 这是信心 所以我们应该盼望神的怜悯 仰望神的怜悯 所以如果从某种真实的情况下 一个人当他转向神的怜悯的时候 必然带来悔改 一个罪人要么他刚硬不悔 逃避神 他也不想承认 但是一个罪人感到自己的不配 仰望神 祈求神的怜悯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在悔改了 为什么 他开始知道自己的不配 主啊怜悯我的时候 这个就是悔改 求你看可怜我赦免我 是吧 当我们仰望神的怜悯本身 这里面包含信心的要素 也包含悔改的要素 不可从我们的行为中 寻求任何的帮助 试图依赖自己的行为 想也不要想 因为一想 一认为就自满 骄傲 虚伪 然后抢夺神的荣耀 所以奥古斯丁呢 加尔牧师就引用两个人物 一个是奥古斯丁 他说基督将他的仆人中 要在他的仆人中做亡 直到永远 神已经应许了这事 然后并且宣告了 如果闲得不多的话 神还起了事 不仅应许 还加上起事 希伯来书 然后既然这应许监利 不是按照我们的功劳 乃是照着他的怜悯 他应许吗 出于他怜悯 他才应许吗 所以所有人应该大声宣告 这是不容置疑的 大声宣告这个事实 就是归荣耀给他 出于他的怜悯 他应许的嘛 然后紧接着他用伯尔纳 说到什么 门徒问基督啊 谁能得救呢 在人是不能的 在神是凡事都能 人是不可能得救的 那怎么办呢 绝望吗 然后意思说 这样是70个 谁能得救呢 说在人是不可能得救 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 那我们全部的确信 唯一的安慰 盼望全部的根基 救恩的可能性 既然已经得到了确证 我们愿意怎么能说呢 谁能知道他是该得到的爱 还是得到恨呢 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那显然我们需要信心的说明 这里我们必须有真理为帮助 真理啊 好叫圣灵向我们启示天赋 隐秘的旨意 圣灵的见证 真理的帮助 圣灵的见证 我们的心相信 真理虽然有了 需要圣灵的光照和见证 我们心才能够相信 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圣经应许了嘛 但是让圣灵以呼召和白白的 借信心称义来使我们幸福吧 从永恒的预定 到来的荣耀之路 我们唯一的盼望 什么盼望呢 全部根基确信 都在乎 真理的应许 神的旨意 圣灵的见证 我们相信吧 接受吧 然后 信服吧 这一切都是神的呼召 白白的借着称义 永恒的预定 来预备他荣耀的路吧 等等 归荣耀给神 否定我们的个人功劳 简短的总结是什么 圣经指示我们 除非良心得以完全确信 以完全的确信来接受 否则神的应许便没有效力 如果稍存疑惑 这个刚才我也讲了 信心很重要 如果稍存疑惑或不确定 应许就落空了 如果应许赖于我们的行为 就必然摇摆不定 为什么 我们没有永远的义 对不对 永远没有这个义 我们也必须不考虑行为 唯独这个义呢 唯独归于信心 借着信心领受这个义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的性质就是 竖起双耳 闭起眼睛 专注注目神的应许 除去一切人的尊贵 人的功劳的这个观念 竖起双耳 留意听 闭上眼睛 不看自己的功劳 专心注目神的应许 在应许里面 基于他的怜悯 赐给我们的那个应许 信心是这样 这样就除去了我们所有的自夸 我们自己的尊贵功劳的概念 那么我们必须 唯独在主基督的受苦中找安慰 前面讨论了 废除了我们的功劳和行为 遵守律法 然后如果强调律法和行为的意义的话 必然导致信心和应许的破灭 那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在主基督的受苦当中 基督的苦难当中 找到真正的平安安宁 找到我们称义 除去愤怒 获得和平的这个根源 除非我们确信 保罗说 确信自己已经借着信称义 否则我们良心就无法获得平安 我们既和好就借着他得以称义 既靠着他得以称义 就与神和好 我们之前我也解释了 罗马书五章里面说到 一解说 称义之后带来的果效 这个和好 与神和好 与神和睦了 与神和睦了才有平安 所以和平记 和睦记 平安记都一个意思 与神和平了 你心里才有平安 与神没有和睦 你没有被赦罪 你没有被饶恕 你就不可能有平安 不可能与神和好 始终在这种上帝的愤怒 震怒当中 恐惧战警 哪里有真正的平安 对不对 暂时可能有麻痹 暂时可能有无知 暂时可能有肉体的快乐 但没有真正的心灵的平安 所以音信称义之后 带来的才是真正的喜乐平安 除非你这个称义 白白称义这个确信 不然的话 你心里就没有平安和喜乐 同时他也宣告 这个确信的来源 是圣灵将他的爱交关在里面 谁能与神的爱隔绝呢 当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让我明白 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 我们也经历了这种爱 也确信这种爱 我们才有这种确信 为什么 我们知道上帝怜悯了我 恩慈 黑赛的连灭了我 爱了我 所以我才在他里面 坦然无惧嘛 然后才能够在他的面前 放胆来到他的面前嘛 不然就恐惧战警是吧 不可进 这个山不可没 靠近的人都要打死 这个会幕 凡人不可靠近 进去的就被灭 都是恐惧战警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进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面前 求连缅蒙恩惠 坦然无惧为什么 因为有这种确信 我知道我的罪得赦免了 我知道我们爱了 所以我有这样的确信吗 谁能使我们与其的爱 没有任何的夺取 所以 加尔文牧师就举了两个例子 两个比喻 第一个就是灵魂的感 那个船呢 除非他靠岸 绑在这个港口上 他才稳固 希伯来书 灵魂的毛 抛在基督里 才能得到稳固 灵魂的这个船呢 除非他绑在这个船的补渡上 这个才能够得向安稳 起带大风浪 他也得到保护 稳固 不至于漂流不定 对不对 然后第二 牧者 除非我们以优华为我们牧者 归在他的牧者之下 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能唱出 我虽然经过死因之地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我同在 这个告白 因为他知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所以他里面有把握 有确认 有这样的安稳 所以经历 死因般的幽谷的时候 他仍然不害怕 为什么 他知道牧者保护他 看顾他 眷顾他 所以灵魂的安稳 很重要 那强辫者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提的 前面 13章前面 紧接着前面所谈到的 经验哲学家 罗马天主教们 他们主张什么呢 我们接着性成义不错 但是因为我们重生之后 借着过属灵的生活 而成为义 注意核心是成为义 善行的意思 我们有实际的善行 所以我们因为什么呢 我们接着性成义不错 他没否认因性成义 但是也接着什么呢 也是因为我们的善行 这个善行 他解释了 是属灵 他不是自己的 重生之后 属灵的生活 而成为义 实际的义 行为的义 所以他就混淆了 称义这个概念 把实际的 行为的 成圣的果子 归到这里 那这里面 重生之后 这个重生 不是今天 我们的这个重生 我们今天 这个重生的概念 是这个死而复活 瞬间的这个苏醒 加尔文牧师讲到的重生 更接近于更新 或者说今天的概念 就是成圣 圣化 更新 透过更新 我们过了这种属灵的 圣经的生活 而成为义 那么我们从未尝过 恩典的甜蜜 假如说我们这么认为 诚义在乎我们一部分的善行的话 其实我们根本不明白 什么叫恩典 因为什么恩典和功劳是对立的 如果还掺杂的 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零 千分之什么一 的话 我们就压根跟恩典没关系 一点死苍蝇就能让密发臭 恩典你掺杂任何一点 丝毫的个人的功劳的话 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 所以恩典是在乎怜悯 不在乎工价 白白的赏赐 工价实在乎功劳 是公平 所以确信神对他们的慈悲垂爱 垂爱 如果我们不晓得称义的道理 其实我们就不明白恩典 也不可能经历真正的恩典 或者说我们也不明白 神对我们的爱 保罗在这里面说 除非信心使人想起并呼叫 注意真实的信心 除非这个信心是使我们能够想起神是我们的父 并且让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个甘甜的甜美的名字的时候 事实上除非信心使我们自然的张口呼叫阿爸父 否则我们就不是真信心 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时候 领受了儿子的灵不是奴仆的心 使我们仍惧怕 就很自然的 坦然的 亲切的 没有任何违和感的 不觉得害臊的 非常坦然的 真的像叫自己父亲一样 莫名其妙地叫的特别 他使这样喊天父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等等 这是真信心啊 真信心使我们确知他爱我 真信心使我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啊 这种踏实是领受了儿子的灵啊 是真正被称义重生活过来的人啊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在他的面前放胆无惧 就笃信不易来到神的面 这是真信心 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当然会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 笃信不易来到他面前啊 为什么 我们相信神的应许 信基督的人 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 我们就领受了儿子的灵 我们称父为阿爸父 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来到他面前 这种圣灵在我们里面 刚才我们讲了 记得真理 记得圣灵的印证 使我们确信我们是蒙爱的人 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坦然嘛 不至于恐惧嘛 真信心带来平安 真信心真正有称义 真信心使我们确信他对我们的怜悯和爱 真信心使我们坦然无惧 这很重要啊 这当然不是透过重生的恩赐赐道 加尔摩是说重生或者是成圣啊 重生容易用现在的概念 成圣更新的恩赐 圣化也是神的恩赐 圣化也是神的作为啊 这不是透过成圣 我们实际变善了啊 注意我就用个通俗点吧 变善了 实际的有善行啊 或者是实际有异行 不是我们实际有了异行 我们才这个在神的面前蒙怜悯 因为重生呢 实际上说在今生的状态下呢 总是有缺陷的 还有很多疑惑 即便我们圣化到再高的程度 即便我们被更新到再完美的程度 在今世的状态下 基督未来之前 基督没有带给我们第二次 真正的那个复活的时候为止 我们仍然在不完全的状态下 不是百分之百被更新啊 最后画上一个句号 完美的状态 实在基督在临的时候 所以只要在今世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有缺陷 不完全 这个不是让大家泄气不努力啊 要竭力做成得救的功夫 要向着完全 你们的富完全 所以你们要完全 要努力追求完全 在成生的道路上不可懈怠 但是事实是 再努力也不完全 因此你要靠着自己完全的善行去 在神的面前面对神的话 只有一种羞耻 不安 焦虑 绝望 疑惑 为什么 你知道你这种 达到达不到那种完美的程度 所以靠行为之意 就是死胡同 四段后路啊 是没有出路的 那我们必须坚信 信徒在天上的产业 唯一的盼望 就是嫁机在基督的身体上 我们因人信 得以怜于基督 因而白白的成一样 这个是二卷 在三卷 第一章里我们就谈了 圣灵 使我们 借着信心 与基督联合 基督成为我们的 我们就有份于基督的 一切 所以基督的意 就归在我们身上 圣灵 借着信 使我们 联于基督 基督成我们元首 基督的好处 基督的意 就归在我们身上 所以白白的成一嘛 因信与基督联合 圣灵使我们与基督 神秘的联合 属灵的联合 这样就 享受基督 为我们赚得的一切 因为 就称义而言 信心完全是被动的 信心本身不是功劳 信心不是我主动的 获得什么意义的资格 被动的 不带来我们自己 任何功劳 信 你们本乎恩 也借着信 但这信也是神所赐 不是出于自己 男生是种刺的 所以 没有任何功劳 信心不是功劳 信心是被动的接受 刚才我们之前也讲了 伸出双手 接受而已 接受从基督那里领受 领受 被动的 他所 我们所缺乏的 功劳 抵对的概念 我们缺乏的 没有的 借着信心 领受 基督的 我们没有的 基督有 我们借着信心 只是领受基督的 算在我们身上 成为我们的 所以这个不是功劳 所以 这是靠着这个才求得神的恩存 那最后呢 我总结 这一讲 主要讲到了 白白的 称义的重要性 结合了前面 这个天主教 经验神学家 所谓的 掺杂了这种行为 成圣的 果子 公义 然后掺杂在称义里面 所以家伦牧师说 白白的 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重要性在于哪呢 维护神的尊荣 如果我们真正白白称义 就能够荣耀神 为什么 称义的目的是 让神得到荣耀嘛 然后再也就是 保持我们良心的平安 唯独借着基督的牺牲 我们才与神和好 被接纳 蒙神 怜悯 承受极业 所以我们得以 坦然无惧的来到神 不在乎我 在乎基督嘛 所以基督为我成就一切 我才在他里面 找到安息之处 立足之地嘛 才心里面享受 坦然无惧 安息嘛 因为知道 确信他是爱我的嘛 神在基督里接纳了我 爱了我 所以心里平安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撇除了 任何行为的 律法的行为 并非是无用的 那我们讨论白白的称义 这样的讨论不是无用的 不是 也不是不切实际的 抽象的思辩 或者无聊的辩论 像网上所讨论的一样 天天尬打嘴 吵一些没有用的 跟自己实际生活 没有关系的 不是 而是非常实际重要的教义 为什么 这关乎 创造 救赎生活的 终极目的 神的荣耀 你为什么被造 你为什么得救 你生活的终极目的 什么 你要不明白 称义的道理 你就不可能 真正活出 荣耀神的生活 也关乎我们自身的 这个良心的安宁 你不在神的面前 得到罪的赦免 称义的缺具 获得安宁的话 你心里面就不安 你也谈不上什么幸福 根本没有缺信 没有幸福 所以丁子妹 一信称义的教理 特别是白白称义的 这个事实 这个真理呢 既关乎到我们 终极的目标 整个创造 救赎 生活目标 到最终 神的荣耀 也关乎我们自身 切实的 我的确信 我的内心的安宁 以及是不是能够 获得真正属天的幸福 非常实际的 所以不要再讲什么 教义都是头脑的 知识的 没有用的 不属灵 那都是无知人说的话 教义是出于圣经 不是人脑子 随便编造出来的 对不对 它在解释诠释 表述 阐述圣经的教理 透过这样的话 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从而 当我们真正领受 这些真理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真正的明白 白白的 称义的恩典 是很能的大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 真实的过一个荣耀神 自己内心当中 也才能够获得 真正的把握 确具安宁 甚至幸福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那这个时间 我们因为时间里 给我们同心合意 两分钟祷告 两分钟祷告